之前已經都躺在沙發上都不會動 然後現在胸悶的狀況也好很多 精神也是有變好 會想去動一動 謝謝拉菲爾 讓我媽媽重新找回健康 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 要打疫苗一直緊張起來 還有新劑血壓高也是去年一陣子 在11月小孩子要帶我出去 那時候才覺得血壓高起來 後來就是到大醫院 檢查都沒有事 心臟沒有怎麼樣 都是正常的 他就是說 你這個是自力神經失調 我的藥是從以前50幾歲開始就吃 我出國也是吃那些藥 在家不舒服我也吃那些藥 吃到就不知道要吃什麼藥 我說那藥吃那麼多也不好啊 那我上網查到拉菲爾 後來我女兒就跟我講說 那她說媽 你查的這一件事跟我同樣的 她說我們就直接掛好 找防疫師好了 查到拉菲爾這樣子 剛來的時候 就是先測量自力神經 測量以後就開始看醫生 然後就這一台 這個線拉起來被騙就這樣子 保健衣就在家裡穿 沒排到時間我就穿兩個鐘頭 有排時間我就穿一個鐘頭 都是早上穿 然後建議做筋膜 筋膜力量 筋膜力量 真的差很多 儀器的治療是蠻有改善的 我就是為人慢慢的這樣子恢復啊 保健衣就是在家裡穿 它的效果不錯啦 就讓我會輕鬆嘛 醫生有建議慢慢把那個藥 稍微一些不要吃 前面開始的時候 就是晚上要睡覺 就是沒辦法睡 第二次療程的時候 再去做那個 進步的速度就非常快 去做那個 筋膜理療 發現就是有好多啦 精神也是有變好啦 會想去動一動洗碗啊 做個家事啊 對啊 然後煮飯給我們吃 之前已經動 就是都躺在 都懶得動 都懶得動 躺在沙發上都不會動 然後現在胸悶的狀況也好很多 我覺得它就是 不用打枕 你不會去擔心說 會不會有副作用 全部都不會 它是透過相應的這個療法 讓它的自律神經變成一個 就是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其他的一些症狀 就不會產生 這邊還會給我媽吃那個 營養食品 我覺得很好 因為有的老人家 他會習慣有吞藥的習慣 那我覺得 吞藥倒不如就吞營養食品 動作是一樣的 但是效果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的焦慮 其實眼神看得出來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到任何一個地方 隨身都一定要帶酒精 因為就是要讓它安心 我們要把它都做消毒 不然它會看起來 那個樣子是很害怕的 我媽因為就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她真的瘦很多 看到她真的整個 就是其實是變了一個人 然後她也就是懶得動 都躺在沙發上 現在其實回去不見得 她是躺在沙發上 她有可能在做別的事情 像她今天早上還自己去洗頭 然後去洗頭 不然不舒服的時候 不可能做到這些事情 慢慢的這樣子 我們帶她來這樣子做治療 其實我還有一個姐姐 就是她都會在樓下等我們 然後我陪我媽上來 我弟弟的話 是我媽都會去住弟弟家 不放心她一個人住 所以我才跟我媽講說 你好我們就會好 你不好我們就不好 從進來到現在 真的我很感謝拉菲爾這團隊 然後醫師的建議 讓我人生 本來是那個在黑暗中 就跑到光明 讓我精神好了 很感謝這個團隊 所以要找回那個健康 就是要找拉菲爾 謝謝拉菲爾 讓我媽媽重新找回健康 感謝拉菲爾 讓我找回我的健康 為何人們要佇慈 感謝拉菲爾 感謝拉菲爾 你要佇慎 感謝拉菲爾 換上